天日年年 再度唱起拿手的歌曲 是21歲的郭小姐兩個月前 完全無法想像的是 她原本是位駐唱歌手 由於過度用嗓 聲帶出現囊腫 連工作都必須要辭掉 真假音轉換的時候 真音到假音完全 中間這一塊是直接被切掉 會沒有聲音 就變成你好像上去 就啞掉了的感覺 講話的時候 別人會覺得 你怎麼每天講話都像 好像感冒很嚴重的 騷牆的狀況 就怕聲帶手術 可能對歌手的聲音造成影響 醫師採聲帶類固醇注射的新方法 以內視鏡從鼻腔進入 再聲帶施打類固醇 縮小囊腫發炎狀況 短短20分鐘就能完成 大幅降低傳統喉部 顯微手術的後遺症 它的傷口非常的小 就是一個針孔的大小 所以可以避免手術過後 有過度傷口結巴的問題 結巴的組織過度的時候 反而會造成聲帶過硬 無法震動 或是震動的幅度變小 這樣反而會造成病人 術後聲音的品質造成下降 醫師表示當聲音沙啞 說話吃力持續一個月以上 務必要找專業醫師診治 否則可能造成對側聲帶長期摩擦 而引起聲帶節節 增加治療的困難度 帶新聞陳前惠 張震榮 台北新店報導 好 好 憲哥 太多了 這裏